项目名称,好物评测,测评项目,婴儿米粉,前沿,四到六个月的宝宝,紧靠母乳或者奶粉味养,已经不能满足生长发育的需要,这个时候就应该开始添加腐蚀,来提供宝宝必须的能量和营养素。 米粉凭借着它味道的,过敏性低以及制作方便的优势,成为第一口腐蚀的首选。 许多家长对市售与包装米粉不放心,更前好自制米粉,但是自制米粉也有许多短板,要么原料单一,无法实现多元营养素的补充,要么采用多种食材混合模式,有过敏的风险,而且判断过敏远难,卫生要求难以得到保障。 市面上针对宝宝设计的配方米粉,很好地补充完善了这些短板,但是与婴幼儿营养米粉品类多样,真的都能让爸爸妈妈放心吗?进口的米粉更好,事实是这样吗? 被单步特别从市面中选购了八款一段婴幼儿米粉,对他们进行了评测。 一,评测目的,这次评测,希望能为宝妈们选择宝宝的第一口服实时提供参考,另外,通过评测的过程,宝妈也能了解该从哪些方面,对宝宝后期食用的米粉进行挑选。 我们的目标是,肥最少的心,买最宝的米粉。 二,评测对象,先来一个全家福。 接下来就让各位米粉同学,分别自我介绍一下吧。 三,评测过程,01含血量,4到6月0的宝宝,从母体获得的铁质就快耗尽,不及时补充会引起缺铁性贫血,所以作为宝宝的第一口服实,应该特别要注重含血量。 但如果补铁货量,则会影响其他微量元素吸收,也会导致血色素沉着,还有可能影响消化。 从计算,整理出的结果来看,家宝的HE生菌米粉和美版地球,最好的含血量很高。 经过换算,它们的含血量分别为1.97MG100KJ,2.4MG100KJ,超过了国标0.250.75MG100KJ。 其他样品都符合国标,如果选择了高含血量的米粉,也不必过于担心。 宝妈们可以通过减少用量,来比免贴的过量摄入。 第二,含纳量,中国居民善失营养素参考摄入量建议,0.51岁的宝宝,每日仅吃摄入500毫克钠,摄入过多的钠,会导致宝宝血压上升,对心脏和肾脏造成负担。 此外还会破坏体内的电解质平衡,影响宝宝对外的吸收。 所以为了宝宝的健康卓小,建议家长们尽量选择低纳的米粉。 从测试结果看出,以上八种米粉去符合蒂娜的标准,非常棒棒呆。 03含糖量,抓住了宝宝的味就抓住了妈妈的心。 很多品牌的米粉都爱造糖哄孩子,但只受益了商家采了滑, 或多的糖分容易增加宝宝对甜味的依赖。 也发取齿,是饱饱发胖,有的产品包装上没有标注添加糖, 但是产品的原材料中,可能带有少量糖分,也会有甜味。 我们还会通过品尝的方式来评判一下甜度,临死,品尝评价。 哦,不对。 对于吃过火锅烧烤小龙虾大闸蟹,此处胜略五百道菜的成年人而言。 这一次的评测堪称固形,米粉的口味十分清新寡御, 有同学甚至吃出了寂寞感,急需击腿的安慰。 虽然被带同学们口味不一, 但是对于亨氏婴儿营养米粉腥甜这个事儿, 大家都表示认同,米粉与包装和零距离杰出的美版地球最好。 有同学常出了一股纸喝味儿,我们是盲测盲测, 小皮特谷物香气最为浓郁,一定程度上能激发宝宝的食欲。 零五产品包装 产品的包装保障着米粉在运输和使用过程中的品质。 加宝米粉,新作为加宝DHA米粉, 又为加宝营养米粉, 洗背宝宝有机糙米米粉, 洗宝有基因幼儿大米粉, 开启米粉之门。 同时婴儿营养米粉, mollyollyolly who? earth is best米粉, 新作为美版, 又为国航版, 小皮有基因幼儿大米粉, 开门了, 是你的米粉, 开了这么多份米粉, 感觉起来加宝营养米粉的外包装设计最走心。 罐装和内置身缩少, 让不得同学折护贴心, 高大上, 美版地球最好包装最为朴素, 只有简单纸盒包装, 由于进口长途奔波, 米粉都有些洒漏了。 洗背和加宝DHA米粉是罐装设计, 其他的均为纸盒加铝箔塑料包装, 市面上也有一些散装设计的米粉, 一包就是一次的用量, 十分便携, 是很好的选择。 4、评测总结, 每一款米粉都有自己独特的优势, 从综合条件来看, 北丹毫无罪推荐小皮有基因幼儿大米粉, 它的营养元素均衡, 口味也不赖, 水溶性也非常不错, 不会出现男容不好泡的情况。 同样的, 它不含乎这和牛奶的成分, 适合对牛奶和小麦过米的宝宝, 适合什么样的米粉, 还是看每位家长和每位宝宝的具体情况, 要阴谋之一浪, 柔柔小贴士, 宝宝添加俯饰不得早于四月令, 不能晚于八月令, 要遵循有少到多, 游戏到出, 游戏到愁, 有单一到复合, 鲜骨物后蔬菜水果, 最后大动物食物的原则哦, 米粉制米兴基, 但是由于配方中, 还可能添加其他物质, 各位导妈在选购时, 要注意观察配方表中, 是否含有益过敏成分, 例如, 牛奶乳粉, 乳清蛋白等, 大豆大豆蛋白, 大豆磷汁, 鸡蛋等, PS, 为了方便妈妈们看完几买的需求, 备单的买手小姐姐, 立即对接了小皮米粉的品牌商, 目前小皮米粉已经在备单商城上线, 妈妈们可以的小程序进入商场购买,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